你要不要投給黃珊珊 這個你先回答我 我一定投給黃珊珊 你要不要投給黃珊珊 你怎麼反質詢我 所以 不是啦 我一定投給黃珊珊 你要不要投給黃珊珊 感情跟理智還在掙扎啦 不可以這樣 阿你就沒有良心啊 你沒有道德啊 你一講一大堆字 你又不投給黃珊珊 你講什麼東西 我送你八個字啦 不用送 你要不要投給黃珊珊 你就反質詢我怎麼 欸 議長 時間暫停 你在反質詢嗎 市長 不能反質詢 好 八年前我林思中原 我們好多人看了你的白色力量 確實啦 很多看了白色力量的人 都臨表涕氣 大概除了我 沒有啦 我比較激進 所以我沒被騙 但是 誒 深信不疑的有很多 包括黃珊珊議員 所以她這兩三年 她來我們市府也幫你 當市府做了很多事 但是我一直納悶的就是說 你照說 愚公愚師 都不應該放棄黃珊珊 但是我看你對陳時中的仇分子 因為你自許由一從正 你是一正一哥 你要保住這個 一正一哥的光環 你要守住一正一哥的十字架 所以 在我看你很可能最後 放棄黃珊珊 那這麼做 你如果放棄黃珊珊 我 以跟黃珊珊 將近二十年同事來看 私人來看 我覺得 那是人格問題 你要不要偷給黃珊珊 這個你先回答我 你怎麼反射 我一定偷給黃珊珊 你要不要偷給黃珊珊 你怎麼反諮詢我 所以 不是啦 我一定偷給黃珊珊 你要不要偷給黃珊珊 感情跟理智還在掙扎啦 不可以這樣 你沒有道德啊 你講一大堆子 你又不偷給黃珊珊 你講什麼東西 我送你八個字啦 不用送 你要不要偷給黃珊珊 你這反諮詢我什麼 欸 議長 時間轉去 你這反諮詢我 不能反諮詢 好 我告訴你 你如果放棄黃珊珊 你去白蘭核的話 這是嚴重的人格問題 這是北蘭 所以我送你八個字 輸贏無倫 欺騙元摘 你好好深思這八個字 我一定偷給黃珊珊 你要不要偷給黃珊珊 你要先回答啊 時間暫停 敢回答